109年花蓮蓝亭大会印比书法 以及书法全国赛事 26号是在花蓮现立体育场登场 由连续举办三年广授各界好评 今年扩大举办第一届全国的赛事 也吸引了全国各路好手到花蓮一较高下 包含了国小、国中、高中和社会人士 一共有1428名竞赛同仁报名参赛 齐聚在书写千年的中华文字之美 109年花蓮蓝亭大会印比比赛全国竞赛 26号在花蓮现立体育场登场 重视中华文化的现场许正位 特别到现场为参赛者教育打气 现在表示花蓮基础教育重视文武兼具 无论是在读经教育里 让孩子们站在中华民主贤人的肩膀上接受熏陶 或是在数学过程当中学习大学之道 定进安律德 学习孩子们通过生命教育 在行住坐卧之间表现美好的生活智慧 再次谢谢来自全国的家长 以及全国的选手 来参加花蓮协政府 办的我们的蓝亭大赛 我想中华的文化 永久 而且中华的文化 更不绵长 更希望在 大家在受到中华文化的薰陶之下 能够建造 武人之伟 先生先人之慧 再次感谢大家不惜惜劳来到花蓮 外面是难得的暖阳 在孩子赛比赛的期间 正位希望我们可以到处走走看看 享受我们的暖阳 以及看看花蓮先生的教育处 旁边我们的现在的教育设施 也透过今年花蓮先生在冰赛 在举办全民运的同时 我们将我们美轮系两岸设置了我们的运动场 以及支排轮的竞技场 更希望大家在大山大海之中 悠悠也沉浸在我们中华世子文化之中 再次祝福大家 比赛顺利 比赛成功 也请我们所有的小小选手们 不要担心也不要紧张 把自己平常的实力还为即可 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林月宇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裁判群 我们的微较学院市长也到了 因为他们签计也参加此次的来自大赛 再次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 写字教育是花蓮性的重大教育政策之一 写字是基础工 不仅与科学学习美学有关 还与品格养成有莫大的关系 透过进行的书写 学习汉字结构协调均称 在这自写好的养成过程当中 更能够培养专注力与耐力 现在人有许多使用电脑 就有蓝亭大会的办理 让写字从根据做起 鼓励大家专注在写字的时间里 一笔一画写出自己的美感 进步让写字成为每个人的快乐全员 抛转允育赔出无数的王羲之 将书法自美能够前男战棒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 我们下期再见